嗨 大家好 我是王國瑜宋悠竟 大家住在這裡是不是很熟悉的地方就是 我在獅林山 因為今天影片的主題就是 陽明山銀花祭一日遊 大家知道我的母校就是文化大學嗎? 可是 我很大的時候都沒有去看銀花耶 不嘛 就是 你知道陽明山上的天氣多不奇怪嗎? 住在那邊四年的話 就不想去看銀花之類的 而且要陽明山大陸也會想到銀花耶 也是 沒錯 而且最近我發現 IG上有很多陽明山的咖啡廳 而且真的很漂亮 所以感覺要去一次看看 那我們一起打計程車上山吧 我之前有讀文化大學的時候 都沒有這種的咖啡廳 哦 畢業之後都有這麼漂亮的咖啡廳 所以你畢業之後都真的都沒有回去文化大學 都沒有 都沒有 坐在那邊四年的感覺是好像 在山上的瘋狂中的 哦 這麼誇張 都是坐在山上的宿舍 好像很封閉 所以就說雲露是什麼 因為沒有一個就 才開始拍YouTube了 真的啊 真的真的啊 很無聊他不信哦 現在去陽明公園 看銀花 然後等一下再去 在陽明山上爆烘的一間咖啡廳 我一直真的很想去 之後就有空的啊 就進文化大學看看啊 就吃穩大的美食啊 看夜景啊 就像這樣子 所以你不會連陽明公園都是第一次去的 以日有必須要吃一些小菜 小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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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小豬 這不是假豆嗎 假豆香腸 所以叫這個狗不叫香腸 不一樣 可是剛剛那邊為什麼賣豬血糕 豬血糕很常見耶 這種觀光景點都會賣豬血糕啊 那你會覺得喜歡吃什麼 我喜歡吃地瓜 哈哈哈 你很棒 地瓜或是烤玉米 所以有種出去玩一定要吃地瓜 就會有出去玩那種 然後我就說 一會 Very small 哇 那個就是花種耶 我一會長西貝 才會有 conect生 不會不倒喔 而且沒想到人會這麼多 但是會很漂亮 而且很漂亮 剛好2點的關係就播放音樂 可是是什麼音樂啊 呵呵 哈哈哈哈 好像上面還有 真的今天的我的衣服很適合是不是 台灣的櫻木都是長這種的 它好像有不同品種欸 你看那個是白色的 然後有些是淺色的 韓國都是這種白色的 好像很有分時間段 現在三四月好像是那種集夜櫻 再早一點好像有什麼招呼櫻櫻 欸你怎麼知道那個櫻木畫的妝容 櫻木畫大師 最近還剛賞完一副櫻花 剛剛拍的照片都很漂亮 對啊 這個 而且有點衣服很大 對對對 原來這邊也蠻好拍欸 後悔吧 四年以內都沒有看 有一點後悔 為什麼現在才知道這裡 可是看到這些櫻花 有點想起來韓國 韓國 其實韓國都其實完全不一樣的 是一個的 其實韓國也有各種花季 什麼玉金香 玫瑰 Pinkmule等等的 只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也是大概兩年沒有回韓國看那些 不過在台灣有一個保養品牌 最近推出一個商品就是 以Pinkmule作為視覺設計的 他們真的很懂少女性欸 我看到那個包裝後 就馬上想到 韓國輕重那邊的Pinkmule 就是台韓研發品牌 Doctor Care的韓國Pinkmule滑翠系列 它是用韓國專利紅滑翠去製作的 使用後皮膚很舒緩不刺激 然後也增加肌膚的防禦力 欸 你剛說的那個清理都是在哪裡啊? 欸 其實是我的阿爸家的名字 那邊是韓國文化遺產的城市 但是最近都是因為Pinkmule裡 很多年輕人都去那邊拍照 超熱門的一個網美景點 而且這個很適合現在的我使用 因為現在算是換季期 所以這種時候 我都會用針對保濕抗氧化的保養品 我不管在韓國或台灣 從冬天變成春天的那時候 皮膚狀態真的很不穩 所以只用一把的化妝碎的話 皮膚會很趕 所以你知道在換季的時候 你都怎麼保養? 就是我有一個自己的方法 就是用化妝水之後 塗抹淨化液的時候 會用兩次 說上兩層 對 可是分量不要用太多 一點點就可以 啊 我以為分量越多 它會就是保濕一點 不是啦 不是啦 讓那個保養品好好吸收 是比較重要 可是你們用太多量的話 根本不會吸收到 然後因為Dr.Care的精華也有 添加法國玫瑰花水 那個裡面有小微粒 保濕效果很棒 而且它的質地很綿密 塗上去後感覺到保濕感喔 今天也是用過它們 所以上妝之後也很隨忍吧 欸 可是我剛剛幫你拍照的時候 就覺得你的狗狂很難受 不用開美劑是不是 不會太難受 而且它們很有海洋膠原蛋白 所以我們二十幾歲的女孩們 真的小豆腐中加味大白啊 欸 那我也想要可以嗎 為什麼那麼小心地說 我下次送給你生日禮物啊 真的喔 真的喔 你不可以反饋喔 已經錄下來了 真的喔 那它對美白有效嗎 基本上對兩白抗氧化有效啦 甚至那觀察龍蝶粉 MY 加噴露 hyd質素搽 另外有甚麼方法 可以在YouTube的資訊欄分享喔 Yay 這個抹茶會很腫 嗯 好吃欸 本來就很喜歡抹茶綠菜 但是那個裡面也有咖啡麵 所以之後發現 喝抹茶拿鐵之類的話 我就真的不行 吃這種蛋糕還可以 好可惡的 他們用的其實也是蠻好吃的 我覺得這邊的人就是 來這邊享受鹹蝦喝茶 可是我們是真的光吃東西的人 超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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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真的很好看 我們可以做到這邊的嗎 超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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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是2022年嗎 不是 因為2020年我畢業了 哦 兩年後 可能有我不知道的餐廳吧 新開的餐廳 對啊 為什麼在文大旁邊都很大 哈哈哈哈 好油脂 香雞排 中文 應該是一級 應該是一級 小副 真的常常來吃 後來如果住在文化旁邊 我以為都不會下手 如果打工廠那個計程車的話 裡面 那個體育桿 旁邊就可以打計程車了 可以 哈哈 不知道我多好 大概每天都會跳課 然後我第一次來 我還要大選 的時候 就第一間去的餐廳就是那邊 這麼多可以選一圈一個 大Q味線 就那時候不知道要吃什麼 然後一個人進餐廳 然後看那個菜單20分 看不懂 一個一個飯 一直不敢點餐 所以 有點心酸耶 對啊 可是好像那邊店員還是老闆 就知道我是我是外國人 所以一直等我 然後我第一次去的 他就知道 就外國學生出的那種 喔 國際社會 對 這也有櫻花 旁邊就有女生出生 這麼近的 那也可以看一點 然後後面看也可以看 歐山這個夜景是最後一站 不是不是不是 就剛來台灣流水生活的時候 中文也不好 所以每次看夜景的時候 一遍喝珍珠奶茶 一遍流淚 可是現在呢 有辛苦的事情的話 就直接去喝酒 其實後面還有可以看到夜景的餐廳 酒吧嗎 夜店 夜店 其實是餐廳名字是夜店 夜店 我們去那邊吃個東西 然後看夜景吧 我們會不會在山上離路啊 好像我享受了 那個餐廳 蠻遠的耶 因為我覺得 之前都是打劑的時候過來 所以那時候過來看的時候 一瞬間一瞬間就馬上到下一個餐廳 所以 我走到我想嘔吐嗎 哈哈哈哈 酒的人 好嗎 偶然 我去人家 每次吃飯 怎麼說 我會這樣看 好嗎 我會這樣看 新鮮猪肉 我买 draft 老闆 蠻老的 之前住大学的时候 都有 vacation 好像几乎没有来过这种餐厅 我的蛋更加像不会去这种 夜景 对看夜景的户外餐厅 这样很贵啊 simultaneous 像推送者都会很贵 很幸福哦 今天天气也很好 其实做的蛮快乐的 这些人在外面山上都是头发这样的 因为台湾人也是 韩国人都是 对啊 对啊 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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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娘娘送吗 不错 那应该上来了 刚刚走路的时候表情最不好 让他吃好吃的菜 不错 找尽几个我还没吃 超像 我的尽量超像中 不是外表 不是外表 个型 对 安迪也是在里面 那里面 然后饭给我的 送给我们 对 可是这个 好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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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哥 我会推荐给大家来杨明山 要去哪里 学姐 跟你们说 一定要上去公园 我四年都不知道 原来有那种櫻花的公园 还有今天我介绍的 Doctor Care的Pink Mewley 保养品 真的推荐给大家 看到那个Pink Mewley的包张 我完全想念韩国的 所以真的推荐给大家 现在的期间 赶快来杨明山看银豹喔 那我今天准备点配置到这里 如果觉得我的影片有趣的推荐 按赞订阅一下喔 然后也接着来我的IG602Mbnew 可以看看我的日常生活照片喔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 我赶快下去吧 走路走路 不行 我赶快下去